澎湖的漁民今天早上清晨的時候 在海查中線這邊發現了 中國的潛艦扶出海面 國防部長有掌握到嗎 目前狀況 對 我們有用相關的潛艦證的手段 已經有所掌握 不過詳細的艦證的手段 我想不宜在這裡透露 目前有掌握到是什麼樣的艦型嗎 是意圖為何 我想詳細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暫時保留 好不好 口風很緊 國防部長顧立雄說 都有掌握 不過中共潛艦在台海上浮 一年內已經是第二次 澎湖漁民在目擊目斗與西北方 有一艘大陸潛艦 罕見浮上水面向南航行 時間是2023年7月23號的早上8點 當時研判疑似為中共039行送籍潛艦 不過因為隔天就是漢光演習 格外敏感 去年的狀況我現在記憶中沒有 所以讓我再了解一下 當時顧立雄還是國安會秘書長 不過拿中共潛艦兩次上浮的坐標比對 都是北緯24度 東進118度 差別在分度而已 兩個位置相距不遠 等於中共潛艦一年內在同區域兩次上浮 與其說他要去宣示只是去表達他的一個南北之間的兵力 在這個運送的過程是比較是經常會出現的 是故障還是威責台灣留下想像空間 尤其中共094型核潛艦主要的任務 非攻擊水面艦 核子動力的彈道飛彈潛艦從北方就要移到南方 那也代表其實今天在南海這一帶 他可能會積極的去建設他水下的一個戰場 不過共軍機艦持續擾台 國防部公佈截至18號早上6點的過去24小時 有20架次共機來擾 其中12架次育越海峽中線進入西南和東南空域 各有一架次無人機距離俄卵比越39海里 台灣周邊也有7艘次共艦 共軍天天圍台洞賀 中共潛艦上浮的目的也讓國安單位持續警定 TVBS新聞 林玉璇 聽聽看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